台东县高中大专学校教室都装有空调 但是县内的国中小学教室却没有 以至于台东夏季温度每天都处在 30多度以上 对学生上课可以说是十分痛苦 注意力也较不集中 县议员黄志伟建议教育处 为学生安装冷气 电费可以使用者付费的方式来处理 不但可以避免学校无力负担的电费 孩子们也能更舒适的来上课 台东夏季气温高常常超过30度 对学生而言虽然在教室上课仍感到十分不适 目前的国中小学 它的校园设施的冷气空调设备 目前的状况怎么样 不是每一个学校都有装冷气空调 是 就是说今天本席在这里提出的 这个看法跟意见就是说 我们可以注意观察 我们所有的公务单位 哪一个地方没有装设空调设备 基本上我们大人都会觉得 这个工作环境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能够增加我们的工作效率 能够维持我们的工作品质 所以基本上 我在本席在这里要跟出场讨论 就是说 校园国中小学能不能全面设置冷气设备 议员黄志维在质询时 就各县市正在推动教室装设冷气的议题 特别与教育处进行讨论 并参考东海国中目前做法 用班为单位购买除支卡 以使用者付费的观念来使用冷气 如果今天的天气是34度 32度 这些孩子在教室里面 光坐着就在流汗了 老师在讲什么 他都忙着擦汗 所以我认为未来 这个是一个大趋势 在这种天气这么恶劣的情况下 夏天动不动就30度 32度 包括国军 超过30度是不能粗糙 不能训练 所以对于我们在面对 我们的孩子在学习的环境 该怎么样提供一个更舒适 然后更好的环境 我想这个教育处应该来思考 因为我知道各县市已经开始在提倡 全面学校都来设置冷气设施设备 至于处长所谈的 费用的问题 电费的问题 在这里我有参考过 东海国中好像在很多年前 就已经全面都有装设冷气 对不对 我有跟他们的校长请教说 他们的冷气设备的用电的费用 是如何计算 基本上校长是说 目前的话就是我们用储子卡的方式 一用使用者付费的观念 这个班级的小孩子 他上课他要用冷气 他们就拿个储子卡 然后去做储子 然后就做使用 这个好处就是我们不会浪费电 然后也不会浪费钱 我们会很珍惜目前所使用的设备 因为这个必须自己付费 所以我想这个能不能扩及到 台东县的所有学校 议员的建议让孩子在学校上课时 有更加舒适的环境 注意力也比较集中 对于教学成效有正面的帮助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道